请林警官 我们在了解神人之前 先看一下他画的这第一幅画像 他画了两幅 先来看一下第一幅 这次画的大概是多大年纪 27岁的 27岁 27岁应该是多少年 也就是去年吧 去年 这太难画了 他爸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能通过他全家人的这个相貌 来画出他这样 这太难了 王明清这个女儿这个画像 是难度比较高的一期 当时我开始 我说这就是你丢失的女儿吗 他说这个不是 他说我大女儿没照过像 他说这张照片是小女儿的 这是说 我也想这个对这个画像 对画他丢失这个孩子 无形当中增加了一些难度 我说这样你再把 你本人以及孩子的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 也给我提供 实际上我经过几天的反复的 在分析观察 感觉这个孩子与他的母亲 相熟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你怎么揣测 他就一定像妈呢 这个不是揣测 还是从他两岁多这个照片当中 为什么要分析 王明这个小女儿的特征 我是从他那个脸部以及鼻子和嘴这一块 还是能够看得出 与他母亲这个相熟度还是比较高 一般女孩子被拐以后一般都会到农村 农村的他肯定他这个收获的环境 比较差一些 但是我画好以后给王明清就发过去了 我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他 当时王明清我就问他像不像 王明清说是我也不知道 他当然不知道 他也没见 王明清就在网络媒体以及朋友圈里 他就发出去了 发出去大约有四五个月的时间吧 这段时间我给王明清始终保持着联系 那后来为什么会又有了第二幅照片呢 我记得有一天呢 王明清就问我一个事 他说他说林警官 你能不能帮我女儿再画一幅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好像那个意思说 我感觉我女儿有那么胖吗 他说感觉年龄画的有点大了一些 他说你是不是再把他年龄画小一点 我也能理解 做父亲虽然没有见过女儿27岁的这种容貌 但他想呢尽量能让女儿漂亮一点 所以我在画第二张的时候啊 我就把他稍微年轻了一点 但是他的相貌特征还是一样的 这个是不能变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两张照片 看看到底的区别是什么 来先放第一张 这个是第一张 这是第二张画像 你们觉得像吗 这两张照片 像 你画这个是用你的技巧在画 他心里是用爱在画 他绝对会瘦一点 对 你们两人亲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后来通过这两张照片有人找过你吗 有 找过的还相当多 有大概有20个女孩吧 也曾经跟我联系 讲过的微信 自己还有孩子喊我 喊爸 对他这个期间呢王明清接到一些就是说是他女儿的 王明清呢说你把照片拍下来 我也给他看过 看了几张 我说这些都不是 你就仿了他 但是这个情况 那有没有那个就是特别像的 然后给你做这种DNA检测 有一个特别像的啊 就是在这好像是河南吧 河南 这个七公贤手的人 听我说 那个女孩也是从我们四川迈到那边去的啊 名字叫王西红 当时我想到我女儿叫王七红 那么他叫王西红 有可能孩子说的话哈 声音有点相似 人家就叫王西红 那个时候我也跟很多公安啊民进的心说过 也心灵就跟我辨认过 所以那个时候都不是 都不是 今年的三月九号 今年的三月 对 今年的三月九号 三月九号 我车子不是先号吗 成都先号 车子先号 我在家里面休息 那个时候我说实在话 女儿没找到之前 我每天都是在玩手机 玩微信 希望你是有人能够加我微信 突然有个女孩 加我的微信 问我 叔叔 你在找女儿吗 当时我马上就回答哈 就添加我一好友 对 我正在找女儿 她回答我 我是找妈妈 因为我以前 也曾经遇到骗我的 垃圾头像来说 你看嘛 我又是女儿 又这么这么样哈 都有 当时那天我就还是 看她那个微信 那个封面 当时我一看到那个封面 一看 哎呀 我傻了 我赶紧喊我老婆 老牛老牛 你搞快过来 搞快过来 当时我老婆听到我 喊得呃呱呱呱的 她也不晓得为啥子 叮叮咚咚咚的 跑过来一看 她一看到你傻了 我说 她说你好有家的 我说是刚才 那你搞快跟她联系 这个时候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以前 找了个林警官 也帮你发个像的这个 我说我把那个 你的图片发给她 前边人还信不信 还信 对 我马上就发过去了 哎呦 她发给我以后 我一下来就感觉 真是非常震惊 我说这不就是 王明清要找的那个孩子吗 我说有很高的相似度 我说有做DNA的必要 我想问一下 老王啊 这人就是这样 你找了二十几年 你日思夜想都想看见 对 但是当真正突然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会不会不敢看 有 那个时候 不是我女儿 我也还把她骗过 当时我就喊她 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视频 她说可以啊 对了 这一下 我就点开视频 当时我老婆在这边 天哪 我一看到她 我跟我老婆 把手机压在一边 我跟我老婆把她痛哭了 真的痛哭了 哎呀 我说我们女儿 应该是个美女 就是你当时看到的那种像 还不简简单单是跟你的画像对比 它会有一种那种感觉 看见女儿的感觉 就是你想了很久的人 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是不忍 对啊 后来咱们进行了DNA比对 我们来看一下DNA比对的结果 在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儿童DNA数据库当中 通过DNA亲缘关系比对 确认四川省被拐儿童亲属王明清和刘登英夫妇 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被拐儿童康英 具有生物学的遗传关系 这是公安厅出去的这个DNA比对结果 大家是由衷的为敏感军的高兴 这二十四年 可以说是生不如死的生活 天天想天天念 天天都在担心 这个失去这么多年的女儿生活的到底怎么样 今天我们把这位叫康英的女孩也请到了现场 我们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康英 今年二十八岁 是我爸爸的女儿 其实她是个很普通的女生 但就是因为她父亲这二十四年的寻找 因为她父亲的那句话 只有我不停地在路上 我才还记得我自己是一个父亲的身份 我们特别想问你 就这二十四年 你过得怎么样 我是特别富裕 但是至少我还活着 至少你还活着 你是怎么被丢了 是谁把你给带走 我奶奶把我抚养长大的 是一个老人家 对 你一直跟那个老人家在一起生活 是是是 没有父母 我养父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走失的 就是今年的三月九号 你才知道自己是走失的 对 以前你奶奶都没跟你说过 都没有 你是被捡来的 因为我从小吧 就有很多人都说我 说我是没有妈妈的孩子 长大以后 我心里头就一直对于妈妈 这个字 最后人都不能在我跟前提 一提吧 我不会当个别人的面哭 我每每一次晚上的时候 我会捂着被子 自己偷偷地在那哭 那你三月九号是怎么知道的 就问了我四爸 四爸就是叔叔 叔叔 对 我就问他 我说我到底是哪里来的 他就跟我说 他说的以前是在九眼桥捡到的我 我就在网上就去查九眼桥 许女 然后出来的全是我爸爸在找女儿的消息 所以你就带着一种 当时其实特别纠结 我在想 我特别害怕 我在想万一不是 我又该怎么办 你的心里跟你的爹是一样 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还有这么一个家 还有这么多人 对 在日思夜想着你 那你们第一次见面 找到以后第一次见面 就比对成功之后 那天也是有很多记者 给我打电话 其实那天我真的没有准备好 我不知道怎么去接受这样的事实 因为我终于找到了 我终于有家了 我终于有我自己的妈妈了 真的 那王你的感受呢 当时 那个时候当天的记者 新闻记者也特别多 最后我都给那些记者说 我说麻烦你们 请你们让我一下 开除他们都问我 你见到你女儿会不会哭 我当时我还在说 我不会哭 我见到女儿应该高兴吧 我看到我女儿 第一句喊了什么红袜子 我女儿把我抱上 我整天打哭了 其实你当时知道自己是被 捡来的 约翰来有一个父亲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找着我 你是不是有那种幸福 其实当时我特别害怕 我怕 我怕是又怕不是 我怕是 如果是 我自己 我得多没心没肺 就这样活了二十多年 我特别愧疚 我真佩服你四爸 真能把这事憋这么多年 你是在哪儿 你生活在哪儿 安岳县 安岳县是哪儿 就是跟 四川 也在四川 安岳县加倍一个小乡镇 一家就二十多公里 就像同一个小区 不同的单 我们来看一下 同一个小区不同的单元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就是起点 就是现在老王家 是吧 终点就是你生活 在那儿 冒失村无阻 终点是这么一样 中间就二十公里 对 那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日思夜想的人 其实就在你身边 二十多年 找遍了大半个中国 对 对吧 今天那个妈妈也来了 对 还有你的孩子也来了 是 你是生了个闺女还是 我有两个孩子 你两个孩子 你这是找到一个 送了两个你知道吗 对 对吧 三个 三个 对 有女婿 哦 还有个女婿 来 我们掌声 有请 这是她个儿子的女儿 那是她妹妹是吧 对 是吧 就是那个小女儿 就是拿她的照片找的 你寻刺卡片 就是拿着她两岁的那个 她有一张照片 画出来的她 你好 我来自四川省阿悦县 通行区卢大舞队 我叫名字叫刘登英 我是房屈凤的妈妈 女儿 小时候妈妈把你弄酒了 妈妈吃了心 妈妈你没吃了心就好了 来 妹妹妹到这儿来 让妈妈站那儿吧 你觉得你跟你姐长得像吗 我觉得我跟我姐长得很像 现在一家团聚在一起 尤其是她生了两个孩子 我特别想问一下林警官的感受 这件事你功不可没 我今天能在这里看到 王明清一家人的这种团聚 我是由衷的高兴 我刚才看到她妈妈上台以后 抱着她女儿痛哭 也就是在今年的4月3号 那一天在他们家里 王启凤回去以后 他们那个小区是人山人海 都在为她这一家人的团聚 非常的由衷的高兴 老王一家 得好好感谢一下林警官 对 说两句 现在她都在帮助那些 寻找孩子的家庭 发很多很多的想 她真的是一位好警察 说实在的 我也想你敬礼